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手抓荣誉 成为节目最大的赢家 两位姐姐一路被贴标签 被质疑 结果都是挨骂的工具人 同样是大姐大 有人表现突出圈了一大波路人粉 有人因为选错节目而滤镜全碎 四位代言人名利双收 所谓同宗不同运 姐姐们在节目中的结局其实早早就设定好了 成团与否不光看实力 八位和背后的资源格外重要 在浪姐四节目刚播出三期内容后 节目第一金主就先后官宣了四位代言人 分别是Ella 刘亦云 谢娜 竹竹 有金主背后撑腰 这四位姐姐基本上锁定了成团席位 而且最后都是高位成团 Ella是浪姐四金主最先公布的一位代言人 属于自带光环出场 主题曲MV稳GC位 出舞台成绩排名第一 虽然LL带领的连创队成绩并不是很理想 但丝毫不影响她的人气和地位 节目中不仅收获小太阳的美誉 也用舞台实力和个性魅力牢牢锁住粉丝 拿下总冠军也顺利成章 谢娜虽然一路伴随著争议 但节目组力捧她的决心丝毫没有动摇 唱跳舞台和vocal舞台想体验就体验 人群中一直都是焦点 故事线丰富多彩 热搜该有的盘面也全都安排了 即使外界的风评不是很乐观 芒果最后还是通过现场投票的方式 把分量十足的年度成风创始人奖项颁给了谢娜 谢娜通过节目也拿到了大把资源 先后再向往的生活你好 星期六等上新节目双脸 快乐大本营带给她的负面影响也基本上消除了 海外女团成员刘亦云 成为芒果重点培养的对象 拿到了大魔王的人设 成长线和CP线多线并行 镜头全都照顾到了 刘亦云在二宫舞台直接逆袭 成为三大连创队队长之一 一路由美伊丽娅 刘希君 卢靖山等姐姐保驾护航 人气也居高不下 刘亦云在队长合作秀中赢了 矮了引发不小的争议 五宫舞台代表团队两次上合作秀 更是把自己推上风口浪尖 公演舞台乏善可陈 刘亦云此前努力打造的大魔王人设也立不住了 不过刘亦云依旧是节目组的心头好 高位成盘也拿下人气奖项 后续衍生综艺资源也全都安排上了 在33位姐姐中 演员珠珠的单位和影响力不够突出 甚至拿出不什么代表作 不过节目组另辟蹊径 以一份最美面孔排行榜来重点推荐珠珠 一下子就撑起了门面 珠珠的唱跳实力在演员姐姐中确实不错 但是人气也确实高的离谱 出舞台就被安排高位热搜 最后高位成盘也在意料之中 两位工具人陪跑矮骂 当四位金主代言人享受鲜花和掌声时 也有姐姐身处水深火热之中 整个乘风之旅充满荆棘 节目播出后没多久就被打上皇族的标签 到头来两手空空 连个安慰奖都没拿到 演员陈一涵本来有助不错的观众员 但是浪解似的一场小考 彻底让他败光了路人员 如果按照人气排名 陈一涵一工舞台可以直接晋级 偏偏被安排了一场争议满满的小考 陈一涵成了重视之地 加上每次排名都在卡位边缘 陈一涵的口碑也直线下滑 陈一涵跌跌撞撞进入成团业 但终究就是个过客 在小考过后 陈一涵就完全没有存在感了 即使姐姐们都夸他在团队中努力付出 镜头始终也没有照顾到他 作为青春有你儿的最大遗珠之一 曾可妮与浪解似节目是完美适配的 本以为他会闪耀舞台并顺利拿下一个成团位 没想到到头来一场空 他再次与成团位失之交臂 曾可妮的舞台实力有目共睹 在团队中也很好地辅助了队长谢娜 帮助成员抠舞蹈细节 但是因为一些无效的热坑镜头输出 他被质疑是皇族 但所谓的皇族在节目中缺少施展的空间 舞台相颠 无故失线 无CP线 无存在感 人气也始终没有提升 最后彻底沦为工具人 孙月选错节目败好感 纵观浪姐系列节目 每一季都有大姐大人物撑场 宁静 纳英 王心灵都撑起了节目的热度和门面 所以浪姐四嘉宾名单公布后 51岁的孙月就成了大姐大的最佳人选 节目组在一开场就把孙月捧得很高 安排她最后一个出场 所有的姐姐齐唱助你平安欢迎她 出舞台更是直接解锁成风创始人资格 所有的气氛都烘托到位了 但孙月并没有接得住这样的身份 工研舞台一直都是输 个性魅力不够突出 队伍早早被解散 加入刘一云队后就彻底退居二线了 整个人变得更活系 舞台也不够出彩 最后连成盘名额都没有拿到 孙月为什么会拿到这样的结果呢 在小编看来 她的表现低于大众的心理预期 性格过于平和 远离娱乐圈太久 来到节目后水土不服 不善于制造话题热度 节目中缺少记忆点 对比曲影和宫琳娜等姐姐 孙月在舞台表现力和真人秀环节全面落后 人气下滑也在情理之中 孙月最大的错误就是选错了节目 明明在时光音乐会二中很圈粉 到了忘解斯反而丢了面子 最关键的是她的气质不适合这档节目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留言加关注